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书时光,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除夕夜,我赶着最后一班高铁回到家,一开门,迎接我的不是热气腾腾的饺子,是捧着大肚子直抹泪的弟媳。 小姑子回来了,她的眼泪在看到我失掉得更凶了。 我一愣,大过年的,这是怎么了? 没事,我就是想家了。 弟媳摸着大肚子抽烟,都怪家荣没本事,说好给我一个家,现在却要一大家子挤在这么小的地方,之后龙仔生出来,连个房间也没有。 她的哭声盖过了春晚的小品。 我妈尴尬地站在那儿,想拉她的手僵在半空。 我弟赶紧掺着她坐下,乖呀,等明年我挣了钱。 还明年,下个月龙仔就出生了。 弟媳嚎啕大哭,没房间,也不是重点学校学区房,我有什么资格做她妈妈。 突然,她止住哭声,可怜兮兮地看向我。 男男姐,要不委屈你把房间腾出来,给你大侄子放婴儿床好不好。 我听得皱眉。 当初她和我弟商量结婚时,就吵着闹着让我弟买高端社区的新房做婚房。 我弟钱不够,她就哄着我爸妈把老房子卖了做首富,说以后住一块儿好孝敬二老。 后来又嫌工房压力大找到我这儿,承诺只要我出二十万,家里就永远有我一个房间。 我当时质疑过,毕竟新房一共就三个房间,他们要是有了小孩该睡哪儿。 但她拍着胸脯保证,说小孩跟他和我弟睡就行,等孩子大了他们再想办法换房。 我想着有个房间以后回家看爸妈方便,也信了她描绘的一大家子其乐融融的画面,就掏了这钱。 可没想到,这才住进来不到一年,她就闹这种幺蛾子。 我把带回来的礼物往桌上重重一放,那我回家了住哪儿? 你一个月就回来一趟,睡沙发,或者让家荣给你在厅里搭个行军床也行啊。 她说得理所当然。 我气笑了,这我睡不惯,你把买房时我出的二十万还给我,我出去租房住。 那怎么行? 弟媳眉头一皱,捂着肚子又要掉眼泪,我都快生了。 你还逼着我们往外掏钱,这是想我月子都坐不安生吗? 你也是女人,你该体谅体谅,我才对啊。 看着她这茶里茶气的样子,我的暴脾气是一秒也忍不了。 我刚想开口对她,我妈一把拽住了我,先不说这些,还没吃饭吧,给你留了饺子。 我妈拼命朝我,使眼色安抚我,我只好压住火气在饭桌前坐下。 弟媳却跟了过来,男男姐,我还有个办法。 你不是存了两百万打算在工作的地方付首付买房吗? 那边房价多贵啊,你不如用那钱在我们这全款买套房,送给你侄子。 凭什么要我买房送给你的小孩? 我气笑了,哎你这人,弟媳摸着肚子瞪我,一副我不可理喻的样子。 你是爸妈的女儿,你赚的钱就是他们的钱,他们的钱都是要留给孙子的呀。 我脸色一沉,恨不能把一盘饺子全扣他脸上。 是,大家都是一家人,赚的钱不分你我,那你问你爸妈拿两百万买房吧。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我怎么可能跟我娘嫁拿钱呢? 弟媳急了。 再说了,你一个女孩子买什么房,现在买了也是便宜未来付家,你还不如把钱留给你侄子,他可是和你血脉相连的亲人。 他转头看向我爸妈,爸妈你们说对不对,我这可都是为了你们大孙子着想啊。 奇怪的是,一向暴脾气的我爸黑着脸,没有搭枪。 我妈狠狠瞪了我弟一眼,时间不早了,带圆圆回房间休息。 我不睡,弟媳猛地站起来,边用力捶自己肚子边哭。 我现在还怀着你家大孙子,你们就连话都不让我说了,以后我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连个房子也没有,我孩子生出来也是受罪,还不如不生算了。 我妈慌了,赶紧按住她的手,我们没这个意思,圆圆你别激动。 弟媳越哭越惨,歪在我弟怀里,骂他没用,骂我是个花了家里钱还不回报的白眼狼。 我弟边哄他边抱怨,姐你也是,大过年的惹圆圆哭,你就不能说两句好听的吗? 好好好,我弟这是有了媳妇忘了姐啊。 我懒得再理这对癫公婆,一口一个饺子,拼命干饭。 防不防地过完年再看,大过年的别找不痛快。 我爸终于忍不住吼了一句。 听到我爸提到房子,弟媳眼睛一亮,抽掖着点头,还是罢名事理,往后龙仔一定最孝敬您。 我弟见他安静下来,赶紧搂着他回房间。 我妈摇头又叹气,拉着我的手把这几个月来的苦水倒了一通。 原来无缘撒泼哭闹垂肚子的把戏从三个月前就开始。 他仗着月份大了胎而稳定,一不顺心就像刚刚那样闹腾。 靠着这个方法,他先是逼着我爸妈拿养老钱给他订了八万块的月子中心。 又以借的名义让我爸妈贷款,拿了二十万给他弟装修房子。 虽然我爸妈都有退休金,但我家就是普通人家,哪里惊得住他这样折腾啊? 你们就由着他闹? 我气得不行。 我妈愁得不行,那能怎么办? 他还大着肚子呢? 弟席这么一闹,本来就让人兴致缺缺的春晚更乏味了。 乘过十二点,我立马回房间睡觉。 好在我每次出门都会把房间门锁上,不然怕是已经被无缘仙长后奏塞满各种婴儿用品了。 大年初一,七点不到我房间门,就被敲得咚咚作响。 我压着起床器开门,就看见穿戴一心妆容精致的弟席站在那儿。 像完全忘了昨晚刚惹毛我一样,热情地拉住我的手。 男男姐,我和妈准备吃完早饭逛街,你也一起吧。 我想推托,她硬把我往饭桌拽,不吃早餐对胃不好。 你可是要当姑姑的人,得给龙仔做个榜样。 我放假就想睡个觉,不吃。 我没好气地甩开她的手。 她眼睛一红,我这是把你当亲姐姐关心呢。 说着,她举起拳头又要好。 我妈一把拽住她,转头朝我拾眼色,吃,男男洗漱完就吃。 我弟也过来拉我,哎呀,你就陪妈逛逛街吗? 听说隔壁商场今天有打折。 想着新年了别闹腾地影响一年运气,我不情不愿地跟去了商场。 很明显,这商场我妈也不想来,因为只有弟媳一个人兴致勃勃地东看西看。 路过金殿,她直接把我和我妈拽了进去。 我看橱窗里那个长命所好看,肯定适合我们龙仔。 她笑呵呵地看着我。 我眼也不抬,假装看不出她的暗示。 不就是掏空了我爸妈口袋想再来掏我的吗? 做梦呢? 这个也不错。 男男姐,你觉得哪个更适合你侄子呀? 她选的都是店里客数最重的,款式也不像给孩子带的。 都好,你喜欢就让家荣买呗。 我继续装傻。 家荣可没钱。 弟媳唉声叹气。 人家小姑子一回家就给家里孩子买着买内的,怎么你连个长命所都舍不得买呢? 你还是大城市上班呢? 一个月工资就能买一块了吧? 果然越有钱越小气。 我听得直皱眉。 我亲弟弟有孩子了我当然高兴。 所以,每次她发贷妇链接说什么宝宝,让姑姑买的时候,我都欣然买单。 从无缘的补品到婴儿用品,我前前后后也花了小三万了。 可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买单也不是我的义务啊。 我妈听不下去了。 圆圆,金锁咱们不是买了吗? 那哪一样啊? 今天买是南南姐作为姑姑的心意。 弟媳一副理所应当的样子。 她就家荣一个弟弟,赚那么多钱不给家荣的孩子花给谁花。 我懒得和她争执,翻了个白眼就走。 她脸色一变,大哭起来。 都说不要嫁有姑姐的家。 我犯蠢不听,摊上这样抠门算计的姑姐。 妈,你也不管管她,就由着她气我。 我知道,你们觉得我是外人,我在掏心掏肺为家里,你们也不把我当回事。 她这一闹吸引了不少人围观。 不明真相的人开始对着我和我妈指指点点。 大过年的这样欺负家里的孕妇,真是造孽,这是要摔一年的。 这种人家该断子绝孙,小姑子和婆婆联手欺负儿媳,不干人事。 应该放到网上曝光他们,法律惩罚不了就用道德谴责他们。 他们越说越难听,还拿出手机拍照录像。 想到现在网上舆论这么厉害,白的也能说成黑的,我赶紧上去挡。 我妈又急又委屈,我们没虐待她呀,一直都是好吃好喝地照顾她。 你闭嘴吧,长得就是个尖酸刻薄的样,你没虐待她她能哭成这样。 我妈一向好脾气又老实,哪里被人这样骂过,她求助地看向吴元,你帮妈说句话呀。 吴元却不搭枪,只捂着肚子哭个不停。 我气得恨不能上去问候她八倍祖宗,但想到那样只会让她显得更弱势。 我只能压着怒火给我弟打电话,让他立马来商场。 十分钟后,我弟赶到,你们这是搞什么呀?怎么又让元元哭? 他皱眉埋怨。 我气得猛嗓了他一把,你是不是瞎,你没看到妈被他气哭了吗? 你最好跟吴元讲清楚,别再没事找事了,她是怀孕了不是成神仙祖宗了,我们有义务照顾她,没义务供着她。 还有,他今天把妈气成这样,你好好想想晚点爸会不会让你俩进门吧? 弟媳听了,红着眼朝我吼,那是我的房子,他凭什么不让我进门? 什么叫你的房子? 我再也忍不住了,指着他鼻子开始输出。 房子和装修九成的钱都是我和爸妈出的,水电费物业费也都是我和爸妈在交。 还有,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从怀孕开始就拿给孩子攒钱做借口,让我爸妈帮我弟还房贷,你扪心自问,那一成贷款里你能占几分钱? 谁承想他丝毫不心虚,把肚子一挺? 你家房子以后都是龙仔的,我是他妈,他的房子就是我的房子。 想吃绝户,做梦吧你。 你爸妈供着我更是应该的,谁让我怀了他们孙子? 再说了,我使唤他们他们该高兴才是,这说明他们还没老到不中用。 我妈听了这话,简直要气疯了,抹着眼泪狠狠给了我弟一巴掌。 围观群众的手机镜头,默默转向了我弟和弟媳。 还以为是吃到饿婆婆的瓜了呢?没想到是儿媳妇做药啊。 什么叫没老到不中用?老人家帮忙带娃是情分不是本分,有本事自己掏钱请保姆啊。 弟媳一看没人帮他说话,立马就急了,什么叫我做药啊? 你们没看见他们欺负我吗?有钱还不给我儿子花?那不是故意找事吗? 说完,他捂着肚子唉呦呦地叫了起来,周围人生怕被他碰瓷,一晤而散。 我懒得和他分辨,拉着我妈走了,让我弟自己收拾烂摊子。 回到家后,我把事情从头到尾跟我爸说了一遍,把他气得够呛。 滚滚滚,让他俩给我滚出去,得亏这房子当时没写家荣的名,不然我们劳两口不得给他轰出去了。 我现在就让人来把锁换了,他俩都别进这个门了。 我妈抹着泪劝他,算了,这大过年的,让邻居看笑话,更何况无缘还怀着孩子呢? 我爸这人暴脾气,但最听我妈话,见我妈坚持,只能作罢。 到了晚上,我弟和弟媳大包小包地回来了,看样子是用超能力把他哄好了。 弟媳先是朝我笑了笑,又跟我妈道歉,妈,我今天话说中了,都是你孙子闹得我情绪不稳定,你就别和他计较了。 行行行,谁错你,也不会错呗。 我毫不掩饰地翻了个白眼,刚想回房间,弟媳拦住我,塞了几张新楼盘的宣传单到我手里。 男男姐你先别走,咱们看看这个。 什么意思? 爸不是说了年后看房吗? 我和家荣觉得过年优惠力度大,可以趁打折,先交个定金。 你们买房关我什么事? 姐,大家都是一家人,说话不要那么难听吗? 我弟笑嘻嘻地凑到我面前,你是小富婆,赞助一下我呗。 是啊,这房子买了,归根到底受益的,还是你? 弟媳一副我占了大便宜的样子。 龙仔是你亲侄子,他读书,读出息了是给你争光,说出去你有面子。 所以别出点钱就不情不愿。 他脸上露出几分自豪,我对我侄子可大方了,你该学学我。 我气笑了,见过脸皮厚的,还没见过脸皮这么厚的。 拿我家的钱填你娘家的窟窿,羊毛,霉出在羊身上,你能不大方吗? 你这叫什么话? 弟媳气急败坏,你家钱不就是我的钱吗? 我花我自己钱怎么了?你这是把我当外人呢? 我爸妈面面相去,被他厚颜无耻的话,气得哑口无言。 弟媳插着腰,我告诉你,你在抠门不对龙仔好,我就不让家荣认你这个姐了。 以后,结婚没兄弟背你出门,丢脸的是你自己。 这辈子你都在婆家面前抬不起头。 我差点笑出声,长这么大,第一次听到这么威胁人的。 哎,你儿子是吸你脑髓做营养吗?不然你怎么说得出这么脑残的话呀? 弟媳气地指着我哆嗦,我告诉你,不止家荣不认你,以后我儿子也不认你,没娘家撑腰,我看你以后结了婚日子怎么过。 呵呵,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乐意嫁人吸婆嫁穴啊? 弟媳气地一愣,反手给了我弟一巴掌。 林家荣,你就由着你姐这样欺负我吗? 我真是白挺个大肚子辛辛苦苦给你怀儿子。 说完,他大哭着回了房间,猛地摔上了门。 姐,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呀? 我弟朝我吼完,赶紧追了过去。 我爸气得不行,造孽啊,当初怎么就让他取了这样一个祸害回来? 我妈边给他找降压药边叹气,都是你俩贯得呗。 我撇撇嘴,从无缘要了我们这正常水平三倍的彩礼时,我就觉得这个未来地席没有看起来那么单纯。 当时我提醒过,可是没人信啊。 我叹了口气,回了自己房间。 本以为弟媳不敢再吵我,可以睡个懒觉。 结果大清早七点钟不到,我又被说笑声吵醒了。 打开门一看,弟媳的娘家人都来了,满满当当坐了一屋。 弟媳挺着大肚子坐在他们中间,显得颇有底气。 看来他这是觉得昨晚受委屈,特地叫人来撑腰的呀。 一看见我,他弟弟就阴阳怪气地开口,客人来了还能睡,你们家这家教和规矩不太行啊。 我妈听得皱眉,小杨,大过年的你这么说话可就不好听了。 我家的家教轮不到你平价。 我爸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 弟媳他妈笑呵呵地打圆场,哎呀,孩子小不会说话。 是,可小了,一米八的大哥,也不知道哪儿小。 我笑嘻嘻地对了回去。 弟媳他妈笑着转移话题,男男一年没见又漂亮了呀。 阿姨听说你现在可能干了,大公司当主管,一个月好几万啊。 是啊,赚得比你儿子多。 我笑容不变。 弟媳他妈笑容僵了僵,呵呵,是。 只是这姑娘家家的,工作再好,也抵不过找个好老公,今年又是一个人回来的呀。 对呀,我怕我半个人回来吓着你。 哎,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说话呢? 弟媳他妈脸色一沉。 我继续笑嘻嘻,我不这么说话,难道要直接和你动手吗? 你。 弟媳他妈气得不轻。 我妈赞许地瞄了我一眼,笑着递了杯茶给她,亲家别生气,孩子小不会说话吗? 见丈母娘不吭声了,我递皱眉拍了我一下,转头笑着打圆场,我姐这人就是嘴笨。 这样吧,今天中午让我姐请客去新开的海鲜饭店吃饭,咱们好好聚一聚。 我不可思议地看着她。 这还是我那个从小做根屁虫叫我姐姐的人吗? 她明明是除了我爸妈外跟我最亲的人,现在却不站在我这边。 也是,我回家两天了,她除了跟她老婆一块儿算计我,一句关心的话都没跟我说过。 我懒得再和她们废口舌,可快到饭点的时候,我弟硬把我从房间里拽了出去。 姐,你知道你昨天闹得圆圆多伤心吗? 我好不容易请她家里人来轰轰她。 你非要把事情闹僵吗? 再说了,吃饭能花你几个钱,你那么有钱,差这点吗? 我被我弟这一连三个问句气得差点背过气去。 我辛辛苦苦赚的钱到他嘴里跟天上掉下来白捡的一样。 没等我开口,他硬推着我出了门,又把我爸妈拽上。 到了海鲜饭店,弟媳挺着大肚子,带着娘家人兴高采烈地往海鲜持走。 他今天穿了剑仿提草,带了我弟给他买的大金戒指金项链,妥妥爆发户形象。 服务员剑是来大单了,赶紧上前陪他挑选,咱们这儿开业优惠,这几类海鲜有打折呢? 弟洗摆摆手,打不打折,不要紧,海鲜最主要的新鲜。 我们这边人多,帝王蟹要三只吧,鱼的话,要那条最大的东派,斑。 波龙来四只,九节虾做蒜蓉的蒜人头撑吧。 海鲜池转完,他把贵的都点了一遍。 弟媳的娘家人也高兴得不行,露出一副他们比别的顾客高出一等的得意表情。 弟媳他妈一个劲地说太多了吃不完了,弟媳笑着摆手。 这有什么多的,弟弟不是爱吃海鲜吗?吃不完打包回去做宵夜。 好好好,又想康他人之楷是吧。 我没出声,只默默看他表演。 很快,菜上齐了。 弟媳和他娘家人吃得津津有味,他妈和弟弟一个劲地夸他有本事,把我弟调教得对他那么好。 弟媳越发得意,使唤我弟使唤得更勤了。 一顿饭下来,我弟一筷子菜没给我爸妈夹过,只顾着给老婆和丈母娘包下拆卸腿了。 弟媳见我和我爸妈一声没坑,神情愈发得意。 吃饱喝足,他朝我抬了抬下巴,男男姐,我们吃饱了,你去买单吧,顺便让拿打包合来,这两条波笼没动,我要给我妈带回去。 他那使唤人的样子,仿佛我是个伺候他的仆人。 哦不,比仆人还不如,毕竟仆人这个角色已经由我弟当了。 我起身离桌,我去厕所。 我前脚踩出包间,身后就传来弟媳他妈的笑声,自家人,买单就买单吧,还找这种借口,显得多见外啊。 呵呵,买单,做你的春秋大梦吧。 我躲在角落给我妈发信息。 两分钟后,我妈急匆匆出来了,我赶紧上前把她拽到一旁。 你不是上厕所没纸吗? 她面露惊讶。 我不这么说,你出得来吗? 我继续给我爸发信息。 没两分钟,我爸提着我妈的包出来了。 这是吃了多少钱啊? 你都不够钱买单了。 买什么单? 无缘冲大头,要买让他自己买去。 我哼了一声。 那你? 我不说不够钱,怎么让你名正言顺带着我妈的包出来? 我一手跨我妈一手挽我爸。 刚都没吃饱吧? 先看戏,待会我带你们吃火锅去。 我和爸妈躲着等了不到五分钟,弟媳和他娘家人就急不可耐地出来了。 买个单怎么要这么久? 弟媳不耐烦地抱怨,我们先去逛街,不等他们了。 说着,他们一行人浩浩荡荡往外走,但没走到门口就被服务员拦下,要求结账。 弟媳傻眼了,这是什么意思?刚从包厢里出来的人没付钱吗? 服务员诧异地看着他,没有啊,而且不是你请客买单吗? 怎么可能是我? 弟媳急了。 反正你们是一起的,这边我扫你,一共一万零五百。 怎么这么贵? 我弟傻眼了,不是有打折吗? 那是普通海鲜呢,他不是说打不打折没关系,然后点的都是空运的贵价海鲜吗? 见他们推托着,没人愿意付钱,服务员喊来了保安堵在门口,把单买了才能走啊。 弟媳脸色帐红,你这是什么意思?觉得我们会逃单吗? 就是,这点钱而已,你看不起谁呢? 我弟叫嚷着,拿出手机。 不出所料,他把电话打到了我这儿。 一接通,他就怒气冲冲地埋怨,姐你怎么回事啊? 说好了你请客吃饭,你怎么? 我打断他的话,对啊,所以我跟着你们来了。 那你人去哪儿了?快回来买单啊。 请客又不代表我要买单。 说完,我挂断电话。 我弟瞬间脸色铁青。 见他拿着电话,不吱声,弟媳急了,什么意思,他不肯出钱。 林家荣,你一家子是不是都没有把我娘家人放在眼里? 眼见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弟媳娘家人着急地催促。 要不然家荣你买单吧,拖着多尴尬呀。 是啊,你买了碗点再问,你姐拿不是一样吗? 反正你们是一家人。 大过年的,这也太丢脸了吧。 见我弟籍的满头大汉,我撇撇嘴。 他一个月光足,别说一万了,让他现在掏个一千都够强。 没这么大面非白这么大谱,何必呢? 很快,他的电话又打到了我这儿。 你现在立刻赚一万给我,我还可以不跟你计较。 不是,我没义务拿自己的钱给你冲大头吧。 我气笑了,你不差这点,更何况你是我姐,你的钱不给我花给谁花。 我不想再听他气急败坏的骂声,直接挂电话拉黑了他的号码。 围观群众指着地习一行人议论纷纷。 没钱充什么大头啊,这是要贷款吃饭吗? 笑死。 哇,吃饭还要募捐吗? 听说过啃老,没想到还有啃姐的。 该说不说,姐姐也没有请地习一大家子吃饭的义务吧? 当女婿的要请干嘛不自己请? 没钱装什么装。 我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通红着脸拼命点手机。 地习冲着他拳打脚踢,看那架势要不是肚子里还有一个, 要气地跳起来揍他。 弟媳娘家人都灰溜溜地低着头,有的掏出口罩戴上遮脸。 我心里恶气疏解不少,高高兴兴地领着我爸妈从后门溜了。 吃完火锅,我和爸妈乐呵呵地回家。 谁知道,门一开,屋子里像遭了贼一样混乱。 所有能砸得都碎了一地,皮沙发被划得一道一道地全是洞, 电视屏幕上多了个大窟窿。 弟媳看见我们,抓着全家福狠狠摔在地上。 他发疯似地大喊,你们让我丢脸,不让我好过,那就都别过了。 我弟不仅不制止他,还跟着吵我和爸妈吼。 林楠,我哪里对不住你你要这样丢我和圆圆的脸? 你有两百万啊,抠出一万块请吃饭都不行吗? 爸妈,你们也跟着他戏弄我让我丢脸,难道就因为他有几个臭钱,你们就向着他吗? 林楠只是到时候要泼出去的水。 我听愣了。 我从没想过我弟会这么想。 我本就寒心,现在对他更是对他彻底失望。 我爸气地冲上去扇了他一巴掌,我怎么养出你这种算计自家人的畜生啊? 我弟耿着脖子满脸不服,什么叫算计? 我是咱们家唯一的儿子,你们不供着我,我们家怎么延续香火。 他冲到我面前,一把揪住我衣领,眼神阴狠。 你知道我花了多长时间,为了几个人才把钱凑齐吗? 饭店里那些人说我好面子,没钱硬撑,你知道我有多尴尬吗? 都是你,害得我的脸都丢光了。 你让圆圆的娘家人以后怎么看我? 我猛地推开他,别跟我发疯,你们丢脸都是自己做的。 你还狡辩? 弟习气地大叫,我告诉你,你们这次可是把我和家荣得罪狠了,要是你们不拿出钱来给我和家荣买套新房,我和家荣还有龙仔,都不认你们。 对,这次房子直写我和圆圆的名,你们要是不买,我就和你们彻底断绝关系。 我弟恶狠狠地威胁。 我爸拽着他往门外嗓,滚,我也不想要你这样白眼狼的儿子,赶紧给我滚。 我妈气得直哭,你姐有钱也不是欠你的。 我们为你付出了这么多,你却不知好歹没有半点感恩,以后我就当没生过你,我们有男男就够了。 我弟满脸惊恶,你们可得想好了,没有我,谁替你们养老送终,到时候连给你们摔火盆的人都没。 滚。 我爸气得抄起凳子就往他身上砸,找人来,把他们东西丢出去。 我妈边哭边打给搬家公司。 十几分钟后,搬家公司的人来了。 他继续边哭边指挥他们,把我弟和弟媳的东西打包扔出家门。 我弟媳一看我爸妈是真要把他们赶出去,当极慌了,抓着我家大门开始哭嚎。 怎么有这么狠心的公婆呀? 大过年的把我一个快生的孕妇赶出家门。 这是不让我和我的孩子活呀。 左邻右舍听着热闹都出来看。 我弟也跟着喊,谁家父母这么贤贫爱富啊? 我赚的钱没我姐多,就要把我打出门。 这房子可是我和我老婆一起供的呀。 大家都来亭亭里,怎么会有这么偏心的爸妈呀? 我气笑了。 这两个蠢货是认定我爸妈不愿意丢脸,所以故意闹腾,想逼他们妥协让步呢。 我插着腰正准备队回去,就听见邻居们纷纷开口。 我要是你爸妈,早把你扔出来了,生你不如生块叉烧。 是啊,每次缴费买菜都是你爸妈去的,你和你老婆啃老都是出名的。 你姐也是造孽哦,摊上你这样一个弟弟。 我弟和弟媳面面相去,他们怎么也没想到,一个帮他们说话的人也没有。 搬家的工人听了这些议论后搬得更麻利了,很快就把我弟和弟媳的东西全都清了出去。 我弟慌了,紧紧拉着门不让关,这房我和圆圆供过几个月,你们不把钱还给我们,我们是不会走的。 我吃笑一声,拿起手机开始算账,房贷一个月一千八,你们就还了三个月,统共五千四。 你之前淘宝让我代付的那些补品还有婴儿用品钱,一共是两万九,扣去房贷,你还道歉我两万三千六,这笔钱你打算什么时候还? 你,弟媳呆住,连哭都忘了,那是你自愿买给我们的。 我那时看在爸妈,以及林家荣是我亲弟弟的份上付的钱,现在既然要断绝关系,咱们陌生人之间就该明算账。 限期一个月还完,不然你们就等着法院传票吧。 说完,我趁我弟不备,猛地关上门反锁。 我弟和弟媳开始疯狂砸门,又哭又闹。 一个钟后,他们似乎意识到这样哭闹没用,终于消停下来。 透过猫眼看到他俩灰溜溜地找了工人把东西搬走了。 接下来几天,他们都没再闹腾。 只是我弟会换了不同的手机号,三五不时给我和爸妈发信息打电话求情。 但都被我们一一拉黑。 就在我以为他们彻底消停毁过的时候,他们竟然商量着做出了更加天理难容的事。 年初六晚上,我点了份宵夜。 外卖小哥却不停打电话来说找不到路,让我出小区到马路对面拿。 想到那是我心心念念很久的炸鸡,我不情不愿地应下了。 临出门时,我妈看了眼时间,这么晚了,你注意安全啊。 我点头,没事,就五分钟的路。 我家小区后门这边人流量少,大过年的更是人际罕至。 我裹紧了大衣,加快脚步,可怎么看路对面也没外卖小哥的身影。 我心里诧异,边打电话边继续往马路对面走。 就在我人行道过了一半的时候,一辆车开着远光灯朝我飞速驶来。 我被强光照得一猛,下意识就躲,却还是被撞出去了好几米。 我躺在地上,疼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我努力地睁着眼,试图呼救。 恍惚中,我听到了熟悉的声音。 喂,老婆,我撞了,但她好像还有气。 再撵多一次吗?是不是太残忍了呀? 行吧,为了我们的龙仔,这笔钱咱们一定要拿到。 那是,我弟。 她和吴元是疯了吗? 我努力朝声音的方向转头,就看见我弟冷冷盯着我。 你死了也活该。 叫你几万块钱都和我斤斤计较,我弄死你。 等你死了,我就发达了。 到时候,不靠着你们,我也可以和元元过上好日子。 说着,她狠狠往我肚子上踹了一脚,然后头也不回地上车。 意识逐渐消散,我只能眼睁睁看着车辆启动,再一次朝我驶来。 再次醒来时,我已经在医院。 我妈正坐在我床边哭,见我睁开眼,她立马按了呼叫铃。 医生,楠楠醒了。 楠楠不怕,害你的人已经抓到了,你爸现在在派出所呢? 是林家荣。 我眉头紧锁。 对,那个畜生,我当初怎么会把他生下来? 我妈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 他和吴源给你买了巨额保险,对你下毒手就是为了五百万的保险金。 要不是那天,我看你太晚,出门不放心,跟下去找你,他肯定会撞你第二次。 我妈哭得说不出话来。 我气得直发抖。 没想到,我弟连做人基本的良知都没有了,竟然会为了钱杀我。 好在你服大命大,医生说了,你身上多处擦伤,又脚崴了一下,别的问题暂时没检查出来。 我妈拿了检查报告给我看。 看完后我都惊呆了,我明明记得我都飞出去一段距离,身上可疼了,居然都只是些擦伤。 真是老天有眼啊。 我妈见我愣着没说话,紧紧抱住我,不怕,他们两个犯了罪,一定会受到惩罚的。 我刚想拍胸脯说这点小事我才不怕,就看着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帅哥进来了。 我立马窝在我妈怀里,委屈虚弱地点头。 因为我妈第一时间报了警,从人证到行车记录,道路监控,证据链齐全。 所以当晚就把我弟那对癫公婆都扣在了橘子里。 开庭前,我和爸妈去了一趟警局。 我弟戴着手铐脚链,头发胡子拉扎,满脸憔悴。 看到我的时候,他猛地站起来,双眼通红满是愤恨。 你把我害成这个样子还来看我笑话。 圆圆说得对,我就是心态善,我那天就应该直接把你撞死。 我皱眉,冷冷看着他失去理智的癫狂样子。 我爸怒骂,你到现在还说这种话,真是不知悔改。 什么叫我不知悔改? 明明是你们都偏心临难,还要把我赶出去。 他的钱明明就该给我花,不给我花最后也会便宜外人,我都是为了我们家好。 我妈抱着我,恨铁不成钢地摇头,你真的是无可救药。 我们这次来,是要和你签字怨断绝亲属关系的协议。 我弟愣了一下,彻底慌了,什么意思? 你们不是来教谅姐书带我出去的吗? 你蓄意谋杀,做错了事就该受到法律的惩罚。 我爸冷冷盯着他,我没有。 我弟扑通一下跪下了,苦苦哀求,我错了。 姐,我知道错了。 爸妈,我不想坐牢啊,我可是你们唯一的儿子啊。 要是我进去了,你们脸上也没光,对了,还有龙仔,总不能让他一出生就看不到爸爸吧。 我皱眉,甩出一份亲子鉴定,到桌上,无缘生了,但是那孩子,和你无缘。 什么意思? 我弟颤抖地拿起鉴定报告,什么叫? 不是生物学父亲。 你成天花心思花钱哄的老婆,只是把你当街盘侠罢了。 我冷冷解答,上周无缘就把孩子生了,出院后他抱着孩子坐在我家门前哭,让我爸妈给他出谅解书,再给他五十万养孩子。 在此期间,我看到有个有点眼熟的男人一直在我家小区里晃悠。 我翻了半天,我弟结婚的相册,在女方那桌的合影留念里看到了这个男人。 我直觉不对,就留了心盯着,果然看到无缘上了他车。 我和爸妈把这件事一说,他们果断找人做了亲子鉴定。 很显然,我弟成了那个头上顶绿帽子的大冤种。 不可能的,圆圆怎么会这么对我呢? 我弟嚎啕大哭,眼里的悲伤比刚刚跟我道歉时真情实义多了,那是我的龙仔啊。 我把我的钱都给圆圆了,我还为了他要坐牢,他怎么忍心啊? 我弟彻底绝望了。 我和爸妈看着他崩溃的样子,只觉得可笑又可悲。 接下来不管我弟怎么想办法联系我们出具谅解书,我和我爸妈都坚定拒绝。 很快,针对他和无缘的判决就下来了。 林家荣暗杀人未遂判,有期徒刑六年。 无缘属于教唆共犯,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因为还在孕期,缓刑一年。 出庭后,我再也没看见过他们俩。 只听说我弟服刑没多久就收到了离婚协议。 为了这事,他在监狱里发了几次疯,但还是敌不过无缘抛下他的决心。 无缘还想着从我家捞一笔,带着孩子来闹过几次, 被我用亲子鉴定打脸后依旧不罢休。 懒得再和烂人纠缠,我和爸妈商量后直接把房子卖了换了套安保更好的大房子。 从此以后,他就从我们的生活里消失了。 一年后,我结婚了,结婚对象是我骨折时的主治医生。 自从车祸认识后,我俩就看对眼了,也算是因祸得福。 结婚那天,的确像我前任弟媳说的,没兄弟背我出门。 可又有什么关系呢? 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我家小区门口依耍得劳斯莱斯吸引。 大家都忙着看车,没工夫对着我平头论足。 欧望了说了,车都是我老公和他亲戚的。 我老公可是个受教育、良好品学兼优得志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恋爱脑腹二代呢。 下面给大家讲述第二篇故事。 堂哥截图我四处旅游的朋友圈。 私下造谣,天天到处旅游,估计是做那个的。 我反手把他的视频发进家庭群,年夜饭上掀了桌子。 堂哥你不会是因为我看到了你和老头在一起,才造我摇的吧。 上大学后,我六年没回过家。 今年过年前,妈妈好说胆说,你就当是回来看我,妈想你了,其他人都当他们空气。 这话说得我心里发酸,于是力索地退了原定去巴黎岛的票,行李箱一提回了老家。 一进家门,陈设如旧,人也如旧。 妈妈眼含热泪,急急接过我手中的行李。 爸爸和奶奶老神在在地已在沙发上,半声招呼也不打,好像我昨天才刚回过家。 他们果然也还是老样子。 一番忙碌,疲惫地回到自己的房间想要休息,手机信息提示却想个没完。 点开一看,是多年不联系的堂姐。 堂姐,小婷,今年不去旅游了? 我上次结婚,你都不回来。 堂姐,我上次和你哥还说呢,他在那儿开玩笑,说你怎么天天这儿玩那儿玩的,怕不是做那啥的。 堂姐,回来好呀,大忙人可算有空回家看看了。 我正正看着新消息,怒意不可控地生腾而起,面红似火烧。 我,做哪啥? 堂姐,嗨,就那啥辈,特殊职业,懂得都懂,哈哈。 好,懂,造我谣。 堂姐,小婷你没生气吧? 你堂哥就这样,嘴上没把门,他没坏心眼。 好,他坏透了。 我,他什么时候和你说的? 堂姐,就我婚礼上,一群男的在那儿喝大了胡咧咧,哎呀,咱家这些人就这得性。 好,一群男性长辈跟着他听谣传谣。 时间地点人物明确,人证物证齐全。 我气得两眼发黑,强压怒气,截图聊天记录,转手发给堂哥求证。 我,这些都你说的。 造我谣? 点进他朋友圈,一分钟前刚发了一条和朋友KTV碰杯的照片,再点进去,又秒删了。 我,说话,少装死,看到你发圈了。 堂哥,你还是个女的吗? 一天天凶神恶煞的。 我,我不是你是。 说没说? 堂哥,说了能怎么的? 一天到晚这么矫情,不就说说吗? 那也是看你长得还行才这么说,年年过年都不回家,还怪别人说你。 我看你就是当那个当上瘾了。 生活枯燥乏味,蛤蟆评价人类。 我懒得再和他废话,冲进客厅把手机甩在我爸面前。 堂哥造我摇,你看怎么办吧? 爸爸正刷着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聊,乐得嘴角咧到耳根。 见我过来,忙把手机一盖,慢悠悠扫了几眼,道,自家人说几句有啥,你也不是个小姑娘了,这么精步地说,到社会上混不开的。 奶奶也在一旁帮腔,就是的,不是我说你,小婷,这也怪你,要不是你年年不着家,你哥会这么说你吗? 妈妈端着切好的水果过来,听明白了石墨,气得和爸爸吵了起来,临大江。 那可是你女儿被造了摇,真当我们家女儿好欺负了。 奶奶斜着眼拉偏价,哟,大过年的,吵什么吵,这么点小事犯得着吗? 我冷哼道,小事。 那我造您几句谣,也是小事了,听说我爷爷去世以后,您天天和跳广场舞的几个老头在一起。 奶奶黑着脸走到一边,爸爸刚刚还云淡风轻的脸,刹时间拉得老长。 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女人家家的就是心眼小,你们这么闹我这张老脸往哪歌? 说完她便转身出门上班了,我死死盯着眼前一唱一和的爸爸奶奶,为了我据力力争的妈妈。 好的很,这个家永远都会是这样子,眼前的这一幕何其熟悉? 爸爸和她的母亲,她的兄弟姐妹,她兄弟姐妹生的孩子才是最亲密的人。 我和妈妈永远是外人。 每一次只有要我和妈妈受委屈时,我们才是自己人,因为只有自己人才能不计较。 哪怕自己的女儿被自己哥哥的儿子造了谣,也只是小事一桩。 多么讽刺! 躲了六年的清静,本想渐渐忘却,放了自己,一回来却又想起那些烂槽子的往事。 是谁说独生女的家庭就不会有重男轻女? 错了,独生女的家庭照样可以存在一个隐形的儿子。 自我出生起,就像客人,妈妈更像外人。 就连自愿来照顾妈妈坐月子的外婆都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每餐被爸爸嫌弃吃得多。 奶奶也故作热情为她盛饭,实则是偷偷盛爸爸的剩饭给她吃。 是连多成一碗饭的钱都没有吗? 不是的,只是从骨子里瞧不起我们。 爸爸和奶奶苦心孤意求子,一开始是完命折腾我妈妈,在妈妈宫外孕两次后才作罢。 后来又寄希望于现代医学科技,医院检查做过无数,二姑还在经济上支援他们做事馆。 奈何医生一句话给他们判了死刑,医生说我妈妈的身体状况良好,急抑郁,只是我爸爸常年烟酒,身体早被虚好,那啥的质量极差,千不存一。 自此,爸爸彻底死心,只是对妈妈越发暴躁。 夜半,我总是听到妈妈乌液的隐气声,推开门缝一看,使妈妈倒在地上,要我关上门。 爸爸则一脸得意地坐在一旁,脸上的神色甚至可以算得上解恨,得意,仿佛打完了一场胜仗。 再后来,爸爸连别人,有儿子也羡慕,大伯带了堂哥来串门子,爸爸和奶奶脸上的神色让我觉得陌生,那是我和妈妈从未见过的热情和慈爱。 堂哥弄坏了我的玩具,奶奶乐滋滋地看着他,哎呀,男孩子小时候越顽皮,长大越聪明。 堂哥把我推倒在地,爸爸满意地抚一抚他的脑袋,小虎真不错,力气真大,来,和叔叔比比搬手腕。 接着就是我从未享受过的搬手腕,骑大马,饭桌上大张旗鼓的天范家菜。 小时候的我懵懂无知,年轻时的妈妈也设事不深。 我们都觉得,只要我们争一口气就好了,只要我们能证明我们的价值,那些亲切微笑的面庞也会转向我们。 可是我们错了,我认真学习,妈妈细心辅导,考到班级第一,年级第一,那又有什么用? 只换来从未辅导过我的爸爸在别人面前夸夸其谈育儿经验,转而面对我却说,你自己仔细想想吧,我可是把你当儿子来培养。 前台词是,我该知足,可我不知我该如何知足,我本就应享受的教育资源,必须要靠把我当儿子才能换来吗? 我接受不了。 自此,我对这污浊的大泥堂彻底死心,只想玩命学习,远离癞蛤蟆。 可癞蛤蟆偏偏不放过我,高考前的那次春节,大伯、大姑、二姑都携家带口来我家聚餐。 美其名曰看奶奶,可怎么也不见他们做一顿饭孝敬自己的母亲,一个个袖手做桌冲大爷。 只留妈妈一人,在厨房忙忙碌碌,开饭了却上步的桌,大伯还抱怨菜不好吃。 许诗觉得背负了面子,爸爸把桌子拍得震天响,进而对妈妈拳脚相向。 其他人弄着吃得油光光的嘴,咀嚼着我妈妈做的菜,却冷漠看着爸爸的表演。 堂哥更是笑嘻嘻举起了手机,几乎要对到妈妈脸上拍摄。 从小,每次妈妈被打,他都会要求我躲在房间。 可这一次我不想再躲,据说一个人的青春会结束在一件发生了便再也无法重来的事之后,我的青春大概就结束在那一天。 我冲出了房间,打掉了堂哥的手机,一把推到爸爸,抡圆了膀子左右开弓,狠狠扇了堂哥两个耳光。 他是你长辈,你懂不懂尊重?还有你,再打一次老婆,我这辈子不会再叫你一声爸爸。 堂哥完全没想到,从小被他欺负到,大的我也会有脾气。 他愣了愣,气急败坏地捡起手机,我就录怎么了? 又没录你,叔你看他呀,我新买的手机都摔坏了。 堂姐从那时就开始说些似乎为我好的话来拉偏价,就是的,小婷你怎么这么带劲啊,那可是新款呢,怎么也得要小一万,摔坏了你赔得起吗? 大伯,大姑,二姑豁然群起,我还以为他们是看热闹的围观群众呢,原来这个时候也是会来攻击我的。 爸爸也爬起来,一把揪住我的头发就要打,本已动弹不得的妈妈嚎了一嗓子,紧紧拖住了爸爸挥起的拳头。 转心的疼痛里,模糊泪眼中望去,我只看到紧密团结的一家人,正和我们母女死生对质。 那个鸡飞狗跳的新年,结束在我的报警电话里,上门的警察说了些霍悉尼的家和万事兴就走了,我和他们彻底撕破的脸,却已无法修复。 想来就是从那时起,他们早已被我得罪得彻底。 那场闹剧之后,他们在我高考前再没来过我家,而我考去了外省,再也没回过家。 我本以为,只要等到我独立的那一天就好了,带着妈妈跳出这烂泥塘,从此海阔平我月,天高任我飞。 可没想到,他们偏偏还要把屎往我伸上我。 既然早已明着翻脸,我还怕什么? 我打开和堂姐的聊天框。 姐,你把我拉回家庭群吧,这么多年没见,怪想大家的。 堂姐痛快地操作了,小婷,你那时候还小哈,不懂事大家都能体谅的,以后可别再这么耍脾气。 我冷笑一声,是啊,那时候太小了,耍得脾气还是太小了。 切回家庭群聊天见面,相亲相爱一家人一行字格外刺眼,刺眼倒让我想把它撕得稀烂。 堂姐,欢迎小婷重新入咱们家庭群,撒花表情包。 堂哥,哟,咱家还有这号人呢? 这么些年不着家,赚了不少吧,怎么也不见孝敬孝敬父母。 二姑出来打圆场,小虎,少说两句。 之后再无人发言,全当我空气。 无妨,今天这场本就是要被砸得稀碎的,你们装亲切还影响我发挥。 我,堂哥造我谣,说我是出去卖的,这是怎么处理? 头下这么一颗小石子,群里请客热闹起来。 堂哥,我可没说。 我没那么八卦。 大伯,一回来就和我们兴师问罪是吧,别学着你妈妈乡下人的臭脾气,这是和长辈说话的语气吗? 一点规矩都不懂。 大姑,是啊,小婷,从哪儿听来的消息就乱讲,女孩子家家的舌头别那么长,现在可是有诽谤罪的。 你堂哥没说过,你这样可是影响内部团结。 等的就是你们这些狡辩,我立刻甩出和堂哥堂姐的聊天截图。 我,那大姑,那堂姐,那堂哥,从你女儿那儿听来的呀,要治诽谤罪是不是要先治他俩? 堂哥,你怎么也不认了? 背后编排了我很多次吧,区区一次造谣忘干净了是吧? 堂哥,你说是就是吧? 堂姐,小婷,我好心和你,我就是嘴笨不会说话,你怎么乱发出来曲解我意思? 哎,你这样太让我伤心了。 二姑,好了好了,都是一家人,干嘛算得这么清楚,总有磕磕碰碰,小虎你给小婷道个歉,这是就算过去了。 堂哥,我凭啥道歉? 我要他和我道歉呢,上次就摔坏我手机,他就一丧门星,一回来就家宅不宁。 堂姐,哥,哎,咱就道个歉吧,毕竟咱们是做哥哥姐姐的,对不起小婷,就算你真做那啥了也没事的,怎么赚钱不是赚是不是? 不是,你年轻有资本吗?别动气,好一个反坡脏水,我删掉已经编辑好的解释我真的是去旅游的话,重新输入。 何须自证?面对一群赖皮狗,只需痛打,打疼了就不敢乱叫了。 我,引用他你说是就是吧那条消息,我说你就是个绣花针烂菜花,你也认对吧? 堂哥,我,心是脏的,看什么都是脏的,你看别人去旅游都造谣,怕不是自己也是个嫖宠。 堂哥,我,二姑说得对,都是一家人,哥我不和你见外,我没大姑那么心狠告你诽谤,你只要让我骂回来,再去外面随便传传就行了,我去你单位传你不会介意吧。 堂哥,还有堂姐,你自己做过是吧,这么了解行情,怕不是他说的时候,你也加了点亲身体验的料,如果你真做了也没啥的,咱们还是姐妹的堂姐。 一顿输出,群里顿时炸了锅。 堂哥,我警号你百分号,百分号等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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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堪入目地接骂。 二姑,小婷快撤回,她可是你哥,你得尊重。 我,她尊重我和我妈妈了吗? 我只尊重人,不尊重癞蛤蟆哈。 大伯,你妈妈就这么教你的。 我儿子没坏心眼,她就嘴上吹吹牛开开玩笑,你是心眼坏透了。 我,您这话说的,她吹吹牛就能造谣,大家以后可得小心她这张嘴,指不定背后说你们碰毒呢。 爸爸,胡闹,不笑女,你再说一句老子回家打断你的腿。 我,你缩头乌龟吧。 他们骂我你装死,我骂他们你诈尸,这一身一缩挺动态哈。 葵花宝典炼到第几重了。 紧接着,爸爸的电话一通接一通打进来,我通通挂断,所有联系方式丢进黑名单。 家里的座机响起,奶奶去接,妈妈端着水果走进我房间。 我紧接着锁好门,妈妈不明就里地望着我。 小雨,怎么了? 我心里一酸又一暖,只有妈妈会叫我小雨。 而他们日复一日地叫着那个寓意停止生女儿的小名,婷婷。 这屈辱的枷锁,我也算是带够了。 我把手机递给妈妈,她并没有加入这个群聊。 我,妈妈,对不起,没和你商量,我可能捅了个篓子。 妈妈默默看完,长叹一口气。 妈妈,小雨,做得好,早该这样了,是妈妈没用连累你一起受气,只是你该先告诉妈妈的。 我去和他们吵和他们闹,你还年轻,万一以后有需要他们帮衬的地方,做觉了总是不好。 我摇摇头,掏出包里的房产证,上面写着妈妈的名字。 妈妈,今年过年后,您和我一起回城住吧。 我大学一直在自己写文章赚钱,还算有点成绩。 现在刚好攒够钱付首付,我和你的时间都还很长,没必要一直窝在这里受气。 妈妈抚一抚房产证,眼里泛起了泪花,她为这个家操劳半辈子,可是我家的每一套房子都写着爸爸和奶奶的名字。 妈妈,我的女儿就是最优秀的。 好,咱们走,现在就走。 我微笑道,不着急,妈妈,还有事没办完呢? 妈妈祈祷,什么事? 我看一眼群聊,堂哥的一堆国粹语音条下,显示我已被群主踢出群聊。 而房门被雷的山响,估计是奶奶已从爸爸那儿听到了我的恶行,急着和我算总账。 离除夕还有三天,头皮又传来钻心的疼痛。 那一年的除夕,爸爸揪着我的头发痛作我时,似乎也是这样一番鸡飞狗跳的光景。 也幸好你们一点也没变,我最最亲爱的家人们,不然我又怎么好意思彻底翻脸呢? 接下来的几天,我带着妈妈住去了宾馆,风平浪静。 那一家人大概以为我夹着尾巴灰溜溜逃走了,不敢再闹什么幺蛾子。 其实,我正为那即将在年夜饭开场的大戏悄悄续吏。 我可是那要唱完整场的主角呀,不养精蓄锐怎么登台呢? 三天内,我联系了一直待在小镇发展的老同学,他以前就是班上的小喇叭,大事小情没有他不清楚的。 在他的友情之缘下,我又了解到不少大料,我这堂哥还真是人生多彩,都不用我添油加醋,轻轻踹几脚,他自己就能垮台。 但我和他可不一样,我不空口白牙造谣,我要真凭实据,这倒不难,真金白银洒下去,很快我便收获了一段视频,几段闲谈,一个新朋友。 钱是花了不少,可这是花在刀刃上,值得。 除夕夜来了,夜幕隐隐降临,家家户户传来欢声笑语,我收拾妥当,准备出门。 妈妈担忧地拉住我的手,小雨,我和你一起去。 我轻轻地抱住妈妈,不用了,妈妈,你去了影响我发挥,放心,等我回来,咱们两个过个热热闹闹的好年。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我还欠你们一顿年夜饭呢。 敲开那扇熟悉的家门,开门的是堂姐,她笑盈盈的脸,在看到我的一瞬间,微微扭曲。 堂姐侧过身子挡住了门口,小婷啊,这大过年的,可别闹得大家不愉快。 我微笑着提起手中的礼物,堂姐,这话从何说起呢? 我是来拜年的。 堂姐的神情微微放松,紧接着似乎又想起了我前几天才刚骗过她在群僚发难,便又犹豫起来。 屋内传来堂哥的声音,谁来了? 我微笑着从堂姐肩头探出脸,对她挥挥手,她请客暴跳如雷,给我滚出去。 我施施然推开堂姐迈进家门,林虎,这里是我家,我回我家过年,轮不到你指手画脚。 堂哥面色紫账,郑玉继续发难,身边突然走出一个娇小的女孩。 阿虎,这是哪位呀?你还没介绍给我认识呢? 堂哥瞬间软下去,小柔,你别管她,她就一封女人,我这就把她赶出去。 可我没给她这个机会,立刻上去亲热地挽住了小柔的胳膊。 你是我哥的女朋友吧?嫂子好。 小柔被我叫得满面红韵,原来是妹妹,阿虎你也真是的,怎么和妹妹这么说话? 爸爸此时才笑容满面地走过来。 他不动声色地把我扯离小柔,在我耳边巧声道, 你堂哥今天带女朋友回家过年,你要是发疯,就和你妈妈滚出这个家。 她的手死死卡着我的肩头,我微笑着和小柔摇香致意,继而狠狠打落她的手,真诚回望。 放心吧,爸爸,我真的就是来和你们吃顿年夜饭。 年夜饭开席,一家人围坐面面相去,似乎我就是他们和乐气氛的终结者。 我倒是不介意,自顾自就动了筷子,一边饶有兴致地观察着他们或忐忑或疑惑的神色,大鱼大肉吃地开怀。 大伯面色不善地盯着我,没教养三个字快瞪出眼眶了,还是二姑咳了一声开场,来来来,我们大家举个杯,新一年龙腾虎月事事如意。 我从善如流,紧跟着举杯,大家新年快乐哈,之前的事是我冲动了,怎么还把我踢出群聊了呢? 一家人嘛,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各位长辈怎么还和我计较起来了? 小柔不解地看向我,怎么会这样呢? 妹妹,我刚进群呢,你家我好友,我把你拉回来。 表哥大吼一声站起来,不行,你不能加他。 小柔吓得一哆嗦,震惊地看向他,他这才意识到失态,大伯一把把他扯坐下。 堂姐又来获悉你,瞧你这话说的,显得我们多刻薄似的,小柔啊,我们可是个有爱的大家庭,你别多想,小婷,我把你拉回来就是了。 我满意地点点头,谢谢姐姐了,我还想着给大家发新年红包呢,被踢出群了都发不了,没事,现在发也是一样的。 随着我一通操作,众人的手机都响起信息提示音,他们惊疑不定地看着我,竟是没有一个人敢掏手机。 还是小柔,好样的小柔,期待地点开了群聊? 我,视频,还是我,堂哥你不会就是怕我说出你的秘密才造我摇的吧? 哎,我本没想说出去的,你又何必抹黑我呢? 视频里,堂哥只穿着一条裤子,狼狈地从宾馆二楼窗台翻下,背景音是围观群众嘖嘖地惊叹,刚落地没几秒, 宾馆大门冲出一个盛怒的老头。 感谢高清的手机画质,堂哥面如土色,斗似筛康都被记录得清清楚楚,继而拔足狂奔,只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 身后是老头传出二里地的骂骂咧咧声,喜欢我的新年礼物吗? 我亲爱的家人们。 屋内一片死寂,堂哥气得发抖,一挥手把酒瓶摔在地上。 怒目相试,你他妈搞我。 我睁大眼睛,眼中泛泪,怎么会呢? 哥哥,我上次看到你和这个老头当街亲亲搂搂,可都没说出去啊,这不实在被你逼急了。 你这么凶人家真的好怕。 大伯大怒拍桌,你给我撤回。 撤回。 爸爸也紧随其后,你就要搞得一家不得安生是不是,快撤回。 我装模作样操作一通,哎呀,不好意思,超过三分钟撤不回了呢。 再说了,我这也是在夸您的好家教呢。 我妈妈是比不上您思想开放,这种旷式骑恋您都接受,太感人了。 堂哥大怒,你胡说。 我那明明是。 大伯立刻打断了他的话,住口。 我遗憾地叹了口气。 堂姐眼珠一转溜,又开始为堂哥推脱。 现在什么连合成技术都很先进了,哥身上有苛质的,我看着根本就不是哥。 小婷呀,你可不能这么害人的。 我无辜地望向堂姐。 堂姐,堂哥哪里有志,你都这么清楚呀。 上次我就发现了,事态不明,你怎么每次都向着哥说话呢? 莫不是你们。 堂姐气得张口结舌,你胡说。 我,我。 他我了半天也说不出后续,索性眼面哭了起来,大姑心疼地懒过自己的女儿。 眼见后辈站立不行,长辈也加入混战。 大伯家最有钱,而大姑家虽然扎根大城市,总是自诩高众人一等,实际是最缺钱的。 因此,大姑是大伯最忠诚的拥护者,一向追在他一家屁股后面田, 小恩小惠也得了不少。 此时眼见堂哥和自己女儿接连被拘,他哪里还坐得住,率先向我发难。 大姑,你这孩子怎么说话的,这么多年,大家可都忍着你,你是怎么做晚辈的,大家庭磕磕? 碰碰的,受些委屈在所难免。 我转向大姑,我就不明白了,别人家受委屈是时而你受受,时而我受受,怎么到了我们家,就全是我和我妈妈受委屈。 你们就永远理直气壮,大姑,忍耐才能成长,哪有你这样天天挑适的? 我冷笑道,怎样才叫忍耐? 上次大伯的小老婆住院了,让我妈妈去当免费保姆伺候她,还嫌伺候得不周到。 我妈不愿去,你舔着个脸,去连脚指甲都帮人捡,这叫忍耐是吧? 堂姐震惊地回望大姑,妈,她让你捡脚指甲,还没等大姑开口,我好心地补充,还不是因为堂姐,你借了带你家还不起吗? 这才去求大伯家,拿人手短,真真母女情深的。 堂姐气急败坏地指向大伯新娶的小她二十岁的媳妇,起料对方找她一步,尖着嗓子叫了起来,什么? 林江,你就这么让你家人欺负我?我们可是领了结婚证的合法夫妻。 我笑咪咪道,大伯母呀,不是我们想这样叫,实在是大伯过中秋节带前妻回家,过年又带你,轮换着来,这一下一个的,我们实在是搞不清楚,还以为又能一夫多妻了呢? 大伯母狠狠瞪着我,什么一下一个,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 我故作惊讶道,呀,你不知道吗? 大伯逢年过节是轮换带你和你前妻来我们这儿的呢?今天是轮号到你了吧? 不过也不能全怪大伯,他也是听奶奶的话,奶奶可说了,他不认,你进我家门呢? 话音未落,大伯母又尖着嗓子嚎哭起来,对着大伯咒骂不休,又哭又挠。 我这大伯对我和妈妈这外人凶得很,不过对老婆儿子实在是好,当然了,是对每个老婆都好。 眼见的大伯脸上被挠出几道血痕,也还是忍着没动手,好好哄着老婆,在想想我那动辄对妻儿动手的爸爸,实在是感叹。 眼见大伯一家败下阵来,奶奶又开始垂胸顿足,天爷呀,你怎么不把我也和那老头子一起收走了哟,这还过什么年哟? 这下二姑可坐不住了,她一向是最孝顺的,奶奶无论做了多么过分的事情,只要在她面前装病说委屈,二姑无有不应。 哪怕眼睁睁看着我妈妈这些年受委屈、受打、受折磨,为了替自己的弟弟留住老婆,她也还是昧着良心劝妈妈打落牙齿和血吞。 不仅如此,二姑就连贴钱给自己的弟弟生儿子也是心甘情愿,年年拿来家里补贴的钱粮也不在少数。 此时,她本默不作声,奶奶一哭,她又心疼了,埋怨地看着我,小婷,快来和奶奶道歉,这些年我知道你和你妈妈都受了委屈,可女人家生下来就是要比别人多受些委屈的,谁让我们要生孩子,要嫁到别人家呢? 平心而论,这些年来,除了竭力劝阻妈妈离婚,二姑确实带我们不错,可是今天我已经纱红了眼,平等对所有人开炮,现在她硬要撞枪口,我自然无有不应。 我不解地看向二姑,二姑,难怪二哥到现在还结了又离,离了又结呢?原来你觉得女孩天生就是受委屈的,而媳妇在你家受那么多委屈,难怪留不住。 二姑一家家境优渥,唯一头疼的就是儿子的婚姻大事。 第一个女朋友结婚证都领了,婚礼前抓到二哥偷星,愤而离婚。 第二个女朋友倒是成功结婚,两人还生了个女儿,婚后却又再次抓到二哥婚内与其他人在一起,再次愤而离婚。 二哥结婚两次,离婚两次,归来仍是孤家寡人。 二姑被我说得红了眼眶,你,你怎么? 二姑自然是疑惑的,二哥离婚这事儿他只告诉了奶奶,其料奶奶和爸爸把他牢底结了个干净。 每到吃饭的时候,爸爸和奶奶就像村口嚼舌根的无聊汉一样,对各家的丑事说长道短。 我,我怎么知道是吧?这您得问您亲爱的妈妈和弟弟了,您对他们掏心掏肺的,他们可把你的家丑到处羊呢? 难为您这么多年给家里贴钱又贴物。 我又贴心地转向二姑父,为他补上前情提要。 对了,二姑父?您还不知道吧? 这些年,姑姑可给家里贴了不少钱,光是支持我爸爸做事馆拼儿子就支援了不下百万。 您回家好好查查账,可别被掏空了都不知道。 二姑叔弟放下了奶奶的手,颤抖着手指向我,被二堂哥脸色难堪的一把按下。 妈,您可别再说了。 二姑父面色铁青地钳住二姑的手臂,我们谈谈。 说着便把二姑拖向了房间。 二姑一家一走,房间里安静不少。 他们看出我今天是六亲不认了,也不知道我手里还有多少猛料。 自然耸了些许。 大伯转向我爸爸发难,你就是这么管教女儿的? 爸爸在大伯公司任职,点头哈腰惯了,此时更是对着他诚惶诚恐,面向我却重拳出击,大手一挥把面前一盘菜摔到我脚前。 你给我滚。 我邻家没有你这样的女儿。 家门不幸啊。 偷铁的大姑再度诈尸,跟着附和。 就是的,小姑娘家家的,还没嫁人呢,张口闭口没个干净的话,怎么好意思的。 亲生父亲对我都没个好神器,他们又都活跃了过来,一时间叽叽喳喳,全都是对我的骂声。 千夫所指,当年刚嫁来林家的妈妈又是怎么熬过来的呢? 生不出儿子的时候,被打的时候,硬刀子下着,软棒子磨着,妈妈就是在这样的枪林弹雨下护着我长大。 想着红了眼眶,只觉得他们吵得烦人,我豁然站起掀了桌子,过碗瓢盆厅里胖朗落地,碎了个干净。 世界终于清净了,我看着他们像看疯子似的看着我,只觉得心里痛快非常。 我微笑着看向他们,堂哥好意思造谣,你们大家全都好意思听谣传谣,我有啥不好意思的? 与其我一个人憋着不痛快,不如说出来大家一起不痛快,我吃不上饭那大家就都别吃了。 小柔挖的一声哭了出来,哭哭啼啼地要向屋外走。 林虎,我没想到你们家这么可怕,还有你,你就纯属有病。 我们分手。 堂哥急了,拉住小柔,开始语无伦次。 你别听那个疯婆子乱讲。 我怎么可能对老头子感兴趣? 我那是被单位的女同事骗了。 她明明跟老男人在一起了,还说自己是单身,被她金主抓包。 大伯气疯了,这次还没等她喊住口,这蠢货已经竹筒倒豆子,把自己的丑事倒了个干净。 小柔甩开她的手,气羞羞夺门而去,堂哥这才反应过来,嚎叫了一声,面目猙獰地扑向我。 我沉着地向后退一步,手已紧紧捏住了兜里的打狼棍。 起料,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大喝,谁敢动我女儿。 转头一看,妈妈已推门而入,已不要命的架势挡在了我面前,一手拿着辣椒酱往堂哥脸上扣,一手拿着菜刀捂得虎虎生风。 一时间,众人都被吓住,一晚上被侮辱,被所谓的至亲围攻,我并没有一丝枯意,此时却觉得猴头作梗。 我颤抖着嗓子拉住妈妈,妈妈,你把刀放下,别伤了自己,我没事的。 妈妈缓缓放下刀,仍警惕地看着他们,爸爸哆嗦着嘴唇看向我们,疯了。 你们都疯了,我默默看向他,这个家疯了这么多年,我们疯得已经算晚了,顺便知会您一生,年后我就带妈妈回城了,你抓紧时间和她把离婚办了,这样你们也两相便宜不是。 你也可以像大伯一样,找个年轻姑娘,继续拼儿子了,如果你找得到,还生得出的话,爸爸大吼,你想得美。 你妈一辈子别想离开我。 奶奶也不装病了,一个鲤鱼打挺站了起来,看着老当义壮,冲到我爸爸前面,又被我妈妈的菜刀吓退。 只是嘴仍硬着,你一个老女人离了婚,有谁要? 我可警告你,这么多年这车房都是我儿子辛辛苦苦拼工作拼来的,你要是离婚只能净身出户,一分钱都捞不着。 这就是我的家,一切建筑在利益关系之上。 有钱有事大三岁,无钱无事任人妻。 我掏出手机看了看,笑着说,哟,正好传完了。 哥,你刚刚的自首我可都录音了,你们抢我手机也是没用的哈,我已经上传云端备份了,你猜我把这份录音发给你领导,他会怎么想? 我又对大伯说道,大伯,你财大气粗,上次把视频买断了,没让扩散,这次这视频录音都在我手里,你又要怎么给你这倒霉儿子擦屁股? 堂哥又想来揍我,大伯狠狠扇了他一巴掌,把堂哥收拾老实了,大伯转向我,你想怎样? 我伸出两根手指,很,简单,第一,我妈妈要离婚,第二,我妈妈不可能净身出户,咱们一切按法律走,做到这两点,视频录音我都痛快删除,当然,你们要是不同意也没啥的,就像堂哥造谣我一样,我随便发发随便传传,轻者自轻嘛,说不定有人会不相信呢? 大伯沉吟片刻,看向我爸爸,爸爸惊恐地望向他,哥,你看我干啥,我是不可能离婚的 奶奶也安纳不住,他一向最疼小儿子,波呀,你可不能让小江离婚了,他,这,不行的呀 大伯怒吼,难道要我儿子为他家这些破事毁了名声吗? 妈,你这么多年一直偏心他,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在你心里算什么? 爸爸缩在奶奶身后嘀咕,你儿子那是他自己做出来的丑事,这名声悔得不冤,怎么能算到我头上呢? 大伯气怒功心,把桌上残存的最后一盘红线菜也砸到了墙上,双方吵得不可开交,乱作一团 红线菜的枝叶一道道从墙上流下,像是鲜红的血液 恍惚间,像是又回到了高考前的那个除夕 妈妈被打得起不来 其他人作弊上官 我们无法反抗 我呆呆看着 只觉得好笑 这个看似和睦的大家庭 多年粉饰的太平 一经戳烂浓窗 竟是如此溃不成军 小小的我 和年轻的妈妈 当年到底是为什么觉得无从反抗呢? 我拉着妈妈的手悄悄走出了这个曾经的家 身后传来他们声嘶力竭的吼叫 除夕夜后 我和妈妈在没过那个污糟的地方 和妈妈相熟的老邻居极具八卦精神 日日为我们送来最新战宝 据说 新年第一天 他们就打得头破血流 离婚倒是有些麻烦 爸爸咬死不愿 奶奶从旁耍无赖 大伯要大姑二姑两家帮她说和 可这两家哪里还想烫这样的浑水 多了个干净 大伯紧紧相逼 最后还是不离不弃的大伯母力所搞定 他把他那群蛮横的亲戚和傻子哥哥都叫来 日日在爸爸家门口闹事 泼粪 屠妻 大喇叭骂娘 无奇不有 爸爸没了主意 只能报警 警察来了 却也只能口头教育 和他说一句家和万事兴 曾经把我和妈妈打入深渊的绝望之语 终于化作回旋镖扎在了爸爸身上 始作俑者 其无后乎 一地鸡毛 大概就是如此 年后 爸爸终究是心不甘情不愿地来和妈妈办了离婚手续 财产对半 我带着妈妈回了给城 可堂哥的事还是被传得满城风雨 同样的视频和录音 小柔手里也有一份 他力索地全部发到了堂哥的工作圈和同学圈 忘记说了 年夜饭之前 我和小柔就取得了联系 他看到了堂哥的丑行 听闻我和妈妈多年的遭遇 义愤填膺 决定配合我 演好这出好戏 他也确实是个好聊机 堂哥不愿放我进门时 他恰到好处地出现 让我过了第一关 众人迟迟不愿点开群聊时 也是他 天真烂漫地点开了那个不堪入目的视频 堂哥被大伯阻拦时 还是他 记得堂哥说出了全部的真相 我对小柔心有愧疚 搞砸了他的见家长 他倒是豪爽 嗨 我还得感谢你 还好没结婚就看清了他们的真面目 我现在的男朋友好他百倍 我这是有福之女 不入无福之家 据说 堂哥被谣言 逼得丢了工作 大伯迁怒于爸爸 把爸爸也从自己的公司踢了出去 爸爸中年失业 多年来也是在兄长的硬币下混日子 没有一技之长 只好去开出租 某日却对乘客大打出手 蹲了橘子 据说是因为那个乘客和他分享自己的女儿 如何如何可爱 却被爸爸一拳打掉了大牙 堂姐再次借贷南长 只是上次大姑拒绝帮助大伯 这次自然没人再替他补篓子 大姑想要再去哭求 只是大伯这棵大树也倒了 堂哥的丑事上了热搜 有人顺着这条线扒到了大伯身上 发现第一次未发酵 是大伯用钱摆平 继而查出他公司偷税漏税等诸多违法行为 大姑无计可施 明明是退休想轻浮的年纪 还是为了给女儿填窟窿 日日出门兼职 白天做保姆 晚上看大门 辛劳至极 树倒胡孙散 每个人都有光明的未来 奶奶天天在家和邻居咒 骂我和我妈妈 那又如何 反正我们再也不会回去那个家 而曾经对他孝顺至极的二姑 遭遇母亲和弟弟的被刺 也冷淡了不少 或许二姑父也曾在背后耳提面命 现在她只专心过好自家的小日子 偶尔来探望 也再不会送财送物 不再听奶奶涂苦水 这些据说 都是小柔告诉我的 她讲得兴致勃勃 我听着只觉得离我和妈妈遥远得很 像是上辈子的事 现在我和妈妈过得很平静 很知足 每两三个月就换一个城市住一阵子 南国的山水 北国的冰雪尽收眼底 又是一年除夕 我带着妈妈来到了三亚度假 这里在严寒的冬日也很温暖 春晚的背景阴笼罩下 我们笑闹着和周围的游客一起举杯 天空开始飘落纷扬的雪花 我笑着拉住了妈妈的手 下雪了是个好年呢 瑞雪照封年 妈妈 从此以后 我们的岁岁年年都会是好年